哺乳期这个时期也是机体的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期也是容易发生这种带胀破诊的一个时期 因为它的哺乳期如果说能够断奶一段时间 那是最好的 如果说是不能断奶的话 我们用药就要慎重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吸药可能就要注意一些 但是营养神经的药物可以用 还有就是中药 因为这个时期我们还是以中药中医中药为主 它就是这样对于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哺乳期它吃奶的话 通过乳汁分泌的这些药物 如果说你副作用太大的对孩子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考虑的这方面就要用一些个中药成分的 或者维生素成分的 这样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 还有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的治疗 比如说涂的一些药物 还有中药外敷的 还有一些激光的照射 这样外用的这些 这样对孩子都没有影响 这样 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